欢迎你新收听今天的范瑞杰的异想世界 主持广播节目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你有些老朋友 他不知道多少年之后突然之间做了一件事情 你就很好的理由把他找来 好好跟他聊一聊 今天第一个小时就来了我一个好朋友 大家应该听过这个SK度 我们在20多年前创造的你在看我吗 你可以再靠近一点 在那个年代当中 其实在我是当时的创意总监制造了这支广告片 可是在当时SK度当时也有一个非常厉害 在我们李奥贝纳广告公司里面跟我一起搭档的 一位非常厉害的公关的专家 他在当年也创造了很多对于SK度相关的化妆品 保养品等等的一些公关的一些的想法 后来他就被挖角 OK去做了什么呢 去做了chanel 台湾区的这个叫做传媒的总经理 这个传媒总经理干嘛 当然就是包括对媒体啦 对公关啦 这项目而且做到了总经理 你就知道他事实上对于这些时尚界 有很多很多自己独到的专长 他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历练之后 他现在是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而且这个是专门教硕士班的 硕士班在这个学院在做什么呢 叫做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企业传播研究所的副主任 企业传播副主任在香港任教 那不是开玩笑的一个工作 所以今天我请他 他刚好在台湾 那么我刚好就有幸来跟他一起这个重逢 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 在全世界品牌精品各式各样的品牌 chanel啦 lv啦 cucci啦 这个buccaria 什么这些这些的品牌 他们在面对今天世界上的变动变局 包括疫情包括虚拟世界包括网络等等的变动的话 他们到底这个世界的趋势是什么 好今天不是邀请一个学院派来的人 他是真正实打实干 有真正非常好的实作实战经验的 来我们来介绍我们前chanel的传媒总经理吴世佳 他的英文名字叫恰 不是那个恰伯伯的恰 虽然英字差不多了 好大家绝对不恰伯伯来 恰你好 嗨 Jerry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怎么样 很难得在线上跟老朋友声音相会 声音相会 疫情的关系我们这些能够不要再近距离的接触是比较好 这样子好 但是怎么样在香港交书的感觉如何 交书的生活跟在产业里面当然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产业你看我们那时候不仅朝九晚五还要日日夜夜加班 是啊 那么在学校里头呢 他的加班的时间是你自己弹性决定 大部分时间你是在跟自己对话 在产业界你要跟一群团队对话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 在恰在担任台湾这个前这个chanel的这个所谓叫传媒总经理的时候 他做过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案子 就是chanel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fashion show 好 那个fashion show竟然进入到台湾的禁区里面去办 那个进去在哪里 哇那个应该算是现在看起来还算是就是 空前去后 前所未有的第一次 我们把整个的秀场拉到了桃园的航空站里头 那我们也知道航空站它是一个非安管制区 并不是那么容易跟随便可以进去的 那当时呢我们就跟了华航做了这样的一个洽谈 那他们有一个维修棚那平常就是在做飞机的这种整备这样子 那么提供出来那个空间让我们来做fashion show 不过这个fashion show做的真是十足辛苦 因为大家可以想见到在那个维修棚里头 那个地上其实基本上它的地面是那种水泥不平的地坑坑坑坑坑坑坑的 然后另外另外它有由沟槽放油的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仓库的那种整备的概念 就是个工厂 对就是个工厂 对那我们就要把工厂变身变成是一个秀场 那时间就不能太多 所以整个的准备其他就有四天的时间 就把工厂变成秀场 刚刚恰说那个地面坑坑坑坑 你要知道来的贵宾很多都是穿高跟鞋的贵妇啊 对不对 你就是专家 你知道这些人是绝对要让他舒服的 绝对不能让他跌倒对吧 开什么玩笑 或者高跟鞋卡到了拐到了断根了 OK那就惨了 对不对 所以从地面就要开始做很多的清理整备 然后再铺上防火地毯 因为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这种公共安全这种事件 所以是 非常多繁琐的事情 他不像是在五星级饭店 什么东西他都是ready的嘛 在那里你就想见 我就是一个铁皮屋 好像这样子一个工厂状态 要把它变成是一个五星级的大礼堂的状态 所以真的很 我觉得很刺激啦 这个疯狂的想法是谁想出来的 这个疯狂的想法其实概念是这样的 当年要做那场秀的时候 这场秀的本身它在去致敬 19世纪在大皇宫曾经举行过 那种飞行器的展览这样子 那所以呢 所以那次的衣服的设计上面 就很多是像什么热气球啊 然后滑翔翼啊 然后飞机啊这些概念 那既然collection里头有这样子的精神 我们就在思考说要不要突破一点 我们找一个场地 跟大家熟悉那种室内空间不一样 所以呢就就有这个疯狂的想法 可是一切开始都非常的困难 当然 因为不想拉到桃园去 大部分还是希望在台北啊 媒体也不想去啊 是啊 贵妇也不想去啊 他也不能自己开了他自己家里的豪车 进到飞安区 一定要是专车进在专车出嘛 没错 没错 专家就非常了解 所以这件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恐怖的梦魇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那时候就去台北的松山机场 谈了好几家航空公司 通通都是no no no 都通通取决我了 所以呢 只好没办法 好吧 那就谈到桃园去 那我觉得很多事情也是天使地利嘛 人和 所以呢 那就只好就去桃园办这场秀了 是的 那个秀非常的成功 就留下了在时尚界里面 难得一见的这些事情 那个一个记录 而且让各家媒体都一起来 非常的这个参与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看到没有 我刚举这个例子给各位听 时尚界只有这种非常大胆 创新 而且要引起媒体非常高度关心 不在于花钱花多少 而在他们在创新跟跨界上面的一个新的努力 好 来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的意想世界 我们今天来访问的是前台湾小内容的传媒总经理 吴世嘉 恰 那么他现在任职在香港中文大学专门来教所谓的企业传播 事实上他是台湾难得一见的品牌 跟精品时尚品牌的一个专家 他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叫向时尚品牌学风格行销 风格行销 刚刚我们举例说这个小内容在桃园的这个机场里面 华航的这个停机棚维修棚里面办了一场时尚的 这个时尚的一次的party 事实上恰 在小内容其实在过去 你是小内容出生的人 所以小内容在巴黎也干过一场非常轰动全世界的秀 你要跟我们说一下那个冰山秀 尔德尼的冰山秀 它就是把这个会场里面的设计 用人工造学的方式去设计了两大座冰山 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冰山它造出来它会溶水 所以它等于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空旷的平地上面 然后放在一个像是一个有围离的一个空间 那model在走秀的时候就走在融化的人造冰山的 我听起来就是会滑 我其实在那时候看到这些model这样子走 我都心里都捏把冷汗的 太难走了 然后我觉得更让人觉得很感同身受 就是为什么会要把冰山这件事情放在当时的秀场 它其实就在提醒世人 就是你知道北极冰 就是南极冰山冰戎 然后温室效应的 这个问题 所以在那次的collection里头呢 就希望透过一个这么样大的冲击 提醒观众提醒媒体 提醒全世界的人 这件事情要注意了 那所以呢我还记得当天 在大皇宫外面的气温是三度 是三度 可是呢进到了秀场之后是负的耶 是零下 我想说室内应该比室外高吧 就那天进到室内是零下 哇你们穿什么要穿的对不对 完全大重装备嘛 是就帽子还有有些人还戴那种叫耳朵那毛茸茸的 然后围巾手套 这全身包覆在那边看修 我真拖在那里看修 你们真的很会整这些贵宾啊 我相信贵宾应该也蛮享受的 因为总是要有这样的impact 那么大的这种冲击 就是嘛 对你才会知道 这一季的重点是什么 对而且他在那边拍照完以后说 你看我多支持环保 对不对 在寒天地动之下 我都愿意挺身而出 对不对 他在他的 他在他的生活时尚社交圈里面 他才是一号人物啊 是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看我现在都是在桃园 我进到了停机棚里面看修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刚 今天举的这两个例子 其实是一个开始 跟大家说明说 在过去传统的时尚界里面 他们所引起的时尚圈里面的 这种所谓高端的一个消费市场里面 绝对并不是大家只是 表面上看一场秀而已 他里面印含了非常多的文化 跟这个所谓的议题的底蕴 他必须有深刻的议题 然后引起共鸣的话题 加上非常震撼的画面 才形成这样子 这个部分 这是过去传统当中 非常多的一个进行的方法 还包括像很多什么旗舰店 对 对旗舰店 特别是那种大型代表 这个品牌的旗舰店 好像就是说 你必须要到你朝圣 所以在一些重要的城市 比如说纽约巴黎东京 很多这些大品牌 他一定都有旗舰店 里头就是把它最好 最完整的东西做呈现 是 其实我们看到在台湾各大大的城市里面 也会出现很多 你看只要是像什么Chanel LV 或者Cucci Cartier 这种大品牌都是 哇很大的墙面 对不对 很厉害的这种 所谓的展示空间 很这样 这都是在 这是要制造一种朝圣观 对不对 朝圣感 所以就是说 最起码你进入到那个殿堂的时候 你可以完全百分之百被它的品牌所包袱 所以它让你沉浸在那个空间 那后来很多大旗舰店 也不是只有产品 他们会加入很多这种现代科技的元素 比如说像加入像VR的东西 AR东西 或者是说它有很多那种touch screen 就是你触摸屏 那有些旗舰店呢 它会去发扬光大那个品牌的一些特色 比如说创办人他很喜欢那种非洲文化 他就会放很多那种非洲这个面具放在里头 那有一些品牌 他们喜欢跟一些艺术家一起合作 所以就有一些艺术家的作品 Telenet就是量身定制 为了这个旗舰店 那就让这个旗舰店里面很丰富 所以它不是只有商品 它还容纳了文化 容纳了艺术 容纳科技下去 所以当文化层次越多的时候 那个品牌对这个品牌 它的厚度跟层次就越多 越丰富 也让他身为这个品牌的持有者 或者说我今天买了这个商品之后 我可以跟人家 或者跟其他人在诉说 这个品牌里面的价值 这是非常高端的一种行销的方法 今天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吴世佳 他现在目前认知于香港中文大学 这是看起来表面上是个学者 其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品牌的一个操盘者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事情是 所有的大品牌在这次疫情当中 我们听到很多人看旗舰店不能开 工厂里面没有一些师傅可以生产 再加上网路的很多的时代的冲击 所有的这些的新的变动 在2021年2020年开始 2021年这样的情况下 对全世界来讲 基本上是个大地震 特别是精品品牌 他们怎么应变的 成功和失败的例子 有人在这里面摔倒 有人可能在里面破解而出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待会广告之后 我们再跟大家讨论 欢迎你回到范瑞姐的意想世界 我们今天和前chanel的 在台湾的传媒总经理吴世佳 他的英文名叫CHA 这个我们是老朋友了 从年轻时候一起就做时尚品牌 到今天他还在时尚圈 他还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些教育的工作 目前认知于香港中文大学 叫的是企业传播的硕士班 所以CHA 我刚刚上一段当中有提到了 疫情 网络 虚拟环境 这个世界都在改变了 那你看到这个在世界精品当中 他们怎么去应变 我先讲一个背景 就是很多这些精品 或者是时尚品牌 他们是相对是比较保守的 比如说相对于消费品来讲 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在这种转变过程当中 我只能说有很大的一个阵痛 然后也有很大的犹豫 那么有些品牌 他们走得比较早 像是Burberry 他们走的就算是在这种数位转型上面来讲 比较先的一个牌子 那有些牌子 他就要看到别人做了 我才开始动作 那疫情这件事情呢 就逼迫大家不得不正视这个挑战 过去可能还拖拖拉拉 你知道吗 好像运营还修这样子 可是现在没办法了 所有人都宅在家里了 你的客人也不能飞了 那怎么办呢 就开始要面对残酷的这个线上或虚拟事件 那在去年 去年特别应该是说 这么多 你知道是几十年来 没有说Fashion Show停的不办的 已经停了 对去年都停了嘛 所以都停了 所以都改为线上 所以这段时间应该是说大概去年二三月一直到九十月 这段时间是仅仅我觉得这些时尚品牌 命运到最大的挑战的一段时间 大家试着去思考任何的线上的 所以呢 比如说有人在线上用木偶啊 木偶代替真人 然后拍一段Fashion Show 有人用这种方式 那有人呢 就是只拍了两个 几个model在空 就是说在没有客人的秀场上面 然后做这种录影的转播 那有人做呢 就是把它拍成像是一个 好像精灵的故事 然后讲了一个 可能讲了一个女生 她在生命里面穿梭 然后见到了不同的人 然后身上穿了不同的服装 然后用这样一种 好像fairytale 一种仙子的故事来讲 所以大家想破了脑袋 用各种方式来讲 所谓的线上故事 那这些呢 我自己来看 我觉得就是说 她的创意都在 但是终究她是一个过 就是说一个过长的一个做法 那么实际到去年下半年 甚至到2021年的时候呢 现在大家一致都已经有一个 动识是什么呢 就是我虚拟的要做 我实体的要做 所以呢 你会发现到实体 也许人少少 也许只有50个客人 但是她实体会做 然后线上同时间一起进行 所以呢 虚实整合 这变成是现在必做的一条道路了 虚实整合这件事 或者在实体一定要肉碰肉 有一些人与人的连结 大家觉得比他踏实 是不是在这些过去当中 他们用这个方法 一定有他成功的模式 看到一群 衣着光鲜的 这些时尚的一些贵宾 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看到model走秀 他的整个的身体的律动 包括这个身体当中 飘出来的香水的味道 声音感觉 无感 到这种 所有的刺激 经过他们的面前 那个感觉 事实上是时尚界过去 非常成功的逻辑 对不对 但是现在 好像这些事情 不是你想要办就办了 因为不一定人家敢来 对 所以就是说 现在就把整个规模 通通弄缩小 那你会发现 有些品牌 他们甚至会思考到户外去办 他可能就 他就找了一个田野里头 然后每一个人 就是坐那个六尺的距离 人也不要多 他就30个到50个客人 但是照样把那场秀给走完 那现场的人 他还是有现场刚刚讲到 无感的感觉 那同时间他可能做 就做直播 或者是录影转播 然后让不能到现场的人 还是最后可以看到这场秀 是 可是我们看到 就是说 像我前一阵看到说 像Victoria's Secret 对不对 维多利亚的秘密 倒了 倒了 这是一个 他倒掉的不是一个品牌 他倒掉是我们大家 共同的文化记忆 所以你很失望 当然了 你看每一年的秀多好看 对啊 他们的秀多好看 非常的华丽 华丽 漂亮的不得了 但是倒了 但是现在的整个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像这样子的 就是说 我们当时非常 喜欢的这些事情 其实事实上 在疫情之后 这些东西都大幅的转变 就是现在大家喜欢 比较贴近生活的东西了 反而是那种高大上很豪华的东西呢 它会很多品牌会把它play down 也就是说 它还是会存在的 可是不会这么大张旗鼓的 所以你会发觉到很多的牌子 大概会朝几个方向发展 当然第一个就是结合科技嘛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现在大家非常注重的 就是永续时尚 这样的概念 然后呢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也一直玩不腻的 就是在做很多不同层次的联名 这个联名 co-branding的概念 就是把高不可攀的 跟你生活所及的东西 做一个交互的一个呈现 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些事情 大概就在2020年跟2020年 大量的都冒出来了 这种跨界整合 不同城市的包括对立的整合 包括这种所谓的 你说产生的冲突 不同的方式的符号的大整合 都在这段时间出现大量的东西 但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欧洲 像我一些朋友 他们在欧洲做一些公益 他们都说工人都不能到工厂了 但这个所有的精品 大量都是所谓要靠 这个手工师傅来做的 好 那么这个 那这些事情怎么办呢 怎么处理呢 事实上是真的是他们 供货链出现了大的问题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吧 我们再继续 欢迎你回到 范瑞吉的意想世界 疫情改变了我们 我们刚说网路虚拟 虚实整合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时代的潮流 包括5G时代的来临 未来的走秀都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 或者时尚品牌里面的实体活动 都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 但是疫情真的造成了很多生产链 供应链的问题 而且我们知道说时尚界里面 很讲究所谓叫做 手工制造的一种方式 Chan你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像这个东西的趋势反应是什么 以去年来讲2020年的时候 的确非常多的工厂 基本上是很难营运的 但是因为疫苗陆续都出来了 欧洲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它施打的比例比较高 所以这一块部分 他们是陆续其实都是可以营运的 不过这件事情倒是提醒了所有的品牌 他们在去思考整个供应链的布局 也许以前他们可能某种 会依赖某一个地区 他们现在就会思考 我怎么去做更好的一个分散的安排 那么员工的工作时间 也会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交错 AB组合这样的方式 来去降低这个疫情的这种传播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为一年多了 大家已经从这里头学习了 所以因应上面来讲 我认为应该是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比较需要去考虑的反而是说 因为疫情之后 人们大家对于生活的意识跟需求的改变 这个冲击会大于说 你去处理到底可不可以生产多少产品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爱马仕这个牌子 他们一向就是限量 很多东西都限量的 那疫情之下像他们撕金就卖的就是比较困难一点 那他们就开始思考说 好那现在人的生活里面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结果他就观察到说 反而因为疫情之后大家更重视健康 然后呢而且大部分的健康 你又没有办法到外头去 那都宅在家里 那在家的健身要怎么办 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你知道吗 就录制了四个瑜伽的这个video视频 然后教大家用他们的丝巾开始做伸展 然后用他们家的皮带来开始做 就是说比如说做这个前后的摆动 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的有趣 其实就是说他们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结合现在的人们的生活 然后把他的产品 然后当作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 所以让大家觉得有会心一笑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里头有个关键点就是 你要保持相关性 你不能跟现代人的生活形态脱钩 这很难想象 提一个薄金包在家里面做健身 他没有拿薄金包做健身 用丝巾啦 没有了 你极大化以后不就这件事吗 对不对 你的想象一向非常的这个 对你管我 你管我 我不是一向都是这样子 可是 可是你这样想 我今天为什么一个消费者 或者我会是一个品牌的爱好者 为什么我会就买这些高级的一些服装 因为是什么 我有我的社交需求 对不对 我有社交需求 比如说有些明星名媛这些人 他们就常常处在这地方 我不能够撞山 对不对 我不能够什么 我不能够说重复穿什么衣服太平凡 是不是 好 可当疫情来了 这些需求会大量的减低 所以当需求大量减低的时候 他消费一定会下降 受影响 没有错 因为是主要你现在也没有那个场合 没有啊 你没有绣场啊 对啊 所以现在有另外一个事情就跑出来 就是大家 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现在大家上身穿的阵势 可能脚上穿的是运动鞋 特别是在开直播的时候 或者做开meeting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我讲的是说 这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习以为强的了 他并不是只是为了要隐藏你的下半身 就是大家觉得上身正式 然后下半身我要穿着舒适 对不对 然后所以呢 很多这些精品呢 他们就发现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像有一些牌子 他们过去可能专注的鞋子的设计 是在正式场合的鞋子 或者是布置就那种靴子 但是现在你会发觉到这些牌子 比如说LV啊 Dio啊 这些很多牌子 全部都在跟这个潮牌 你说像Adidas Nike 这些通通在做联名 然后卖的也是真的是吓吓叫 是 因为就像那个主播台上面 的上半身跟下半身 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对不对 你都看到了 当然咯 对呀 他们的主播台上很很清楚 下面都穿酒鞋啊 要跑啊 对不对 下面穿牛仔裤啊 上面是人五人六的 对不对 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就表示整个品牌的思维 全部在做大乾坤大挪移 对呀 包括像是 包括像是爱马仕 你看到 他以前 他以前店里头 就是真的就是很多 他比如他衣服啊 或者是家居用品 他后来呢 他事实上就考 他就在日本 然后的那个板机百货 他专门开了一家 是只卖鞋子的 鞋子的 那为什么只卖鞋子 因为鞋子的价格比较 比较低嘛 比较容易入手啊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 你可以看到 他希望从他的品类上面改变 然后可以接触到更广泛的受众 而不会是说只剩下贵妇买搏金包 不能够 是的 不能只专注在 不能只专注在这里 对不对 对对 完全不能讲 全部开始 可是这个对于某一些 过去在做一些比较平民 或者中产阶级的品牌 像是压力太大了 因为高 这个高档品牌竟然抢这块石 这块大品 所以你会发觉到 现在有一种 就消费极化的现象 一个就是说 那种便宜的东西 你知道大家就还是 就买了很多 要么就是去买这种高档的产品 那中间的这些品牌 他们的生存上面 就可能会受到压迫 对 很容易想到 他们就是超级受到压迫 因为他不上不下 他又没办法到上面的品质 他又没办法到下面的价格 对不对 对 来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 范瑞杰的异想世界 我们今天来访问的是 前台湾小女友的传媒总经理 吴世佳 恰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说 最后我们可以做个节目 你觉得这是一个 重新洗牌的时代吗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还是一个集团化的一个时代 也就是说 如果那个集团 他有足够的资金 跟供应链上面的弹性 他比较容易活得下来 那但是因为集团当中 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那有些品牌 如果他的转型 跟他的风格没有办法 与现在的环境做一个对接的时候 他的挑战就会很大 所以这里头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管理者的思维 有没有跟着时代 有没有跟着时代与时俱进 是 而且你刚刚讲的一件 叫多品牌的组合 对对消费来讲 他买的是某一个品牌 但他如果从一个组合品牌 逻辑来讲 他不管在哪一个品牌当中 都跟这个集团有关系 这集团就可以结长不断 对对不对 他也可以内部做整合 包括原物料 包括行销模式 包括各式各样的虚实的一个调配 对 所以大者很大了 对 小品牌 小品牌大概很难生存 所以像比如说Gucci Gucci他就跟了那个 美国有一个运动服饰 叫那个North Face的 就是那个我们叫运动登山的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合作 你说过去 你知道这种高档时装品牌 他根本不可能去跑去 跟户外运动品牌来合作 那所以呢 那现在大家重视的是 我要重视的是健康 我要走向户外 所以呢 他跟这个North Face合作 他就做什么登山系列 比如说做羽绒衣 登山学 后皮包 腰包 这种东西 对不对 那你就会 他会觉得说 对 这就是我现在生活 在COVID-19里头 我所期望的事情 好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谢谢CHA 跟我们这个分享很多 专业的知识跟了解 好 那么时尚界 就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 指标性的一些 商业的模式 谢谢CHA 谢谢 谢谢Jerry 谢谢各位听众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请上我的网站 是 www.iStyleMarketing.com 搜寻更多资料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CHA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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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